时间到了 比赛时间到了 今天可以说苏文威强是完全的拼了 拼了 拼到最后一刻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fight Thirty, twenty-seven,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Justin Trigger 这场比赛打得不好,一点都不好 可能对手体重也比我大一点 这几天休息不是太好 状态说实话不是特别好 状态不是特别好 就是时差问题吧 一直转不过来 晚上睡不到觉 睡不到觉 白天就是特困特犯困 可能我还欠多加训练 多加学习吧 我会努力的给观众带好 每一场精彩的比赛 亲爱的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纯升冠名的武林峰 我们这是在美国为你呈现武林峰走进 拉斯维亚斯第四季的比赛 同时要告诉您的是 在12月31日 河南卫视将在首都北京为您现场直播 武林峰全球公布盛典 那么这个盛典呢 将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 一共15场比赛 这15场比赛包括7场淘汰赛 那么这7场淘汰赛是由四名中国勇士迎战来自四大洲的顶级拳王 经过7场淘汰赛之后 决除超过百万的奖金 另外一部分呢 将是由八位中国明星级拳手来迎战八位世界级拳王 那么下面登场的这一名运动员 他也将参加12月31日的武林峰环球公布盛典的 也是唯一的一场女子MMA规则的比赛 那么我们首先请出的是他的对手 一般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漂亮的女人总是很危险 因为他们需要有实力来捍卫自己的美丽 那么下面登场的美方运动员 2010年 那么他被介绍到中国海口来参加比赛 他对阵的是体重超过他5公斤的中国武术三大冠军 结果他获得了胜利 自从那场比赛之后 他也参加了泰拳和MMA规则的比赛 以优异的成绩击败来自美国 印度 以他的祖国 乌克兰的挑战者 那么今天他顺利地成为WCK的团队成员 我们又请Lina 大家好 我们进入来 我们正在出现昨天有个国旗的人 is a four-time Muay Thai and K1 champion and the current WPC Muay Thai international champion here is Lina the Hunter of Jernokova 现在我们今天要登场的中方代表队选手 他将参加12月31日的武林峰全球公务盛典 他也是中国难得的具备战力士格斗和MMA规则 双重身份的运动员 我们有请来自大东墙 北京东方荣誉 唐晋 比赛现在开 嗨 大家好 我是综合国际中的杨建築 想看最精彩的综合国际比赛吗 等着我 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说看的这是宋女阶在美国拉斯布加斯 克拉扎大革电 转播的武林峰走进美国 决战拉斯布加斯第四季女子56公年级的比赛 带着红色拳套的是腾金 带着蓝色拳套是美国籍乌克兰人的 Lina Lina曾经在2010年到过中国 当时在海南的海口 和中国安徽的李婷婷打过一场比赛 那场比赛呢 要比今天啊 我所见到的状态要好 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进行现场的点评 这个Lina呢 现在是SKA的世界冠军 半年之后 我们看到她现在这个 在打法上啊 她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她以前是打这个自由波 现在既打纯态式比赛 又打MI的比赛 而这个唐金呢 是我们国家第一个 进行练习这个MI 这个女子运动员 她将在二月 在12月的31号 将参加武林丰 全球功夫盛典比赛 那场比赛将 让我们看到唐金的另一面 因为她今天是打的这个是战力制比赛 而要打武林丰 全球功夫盛典那场比赛 她将回复到她原来打MMA的那种状态 就她更擅长的MMA的地面技 当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栏方选手 Lina呢 尽管是这里的赌场 但是我觉得她今天打的非常的拘谨 不是我在这个两年前所看到的那个Lina 那场比赛呢 她和李婷婷比赛的时候 她挺好 而且出拳速度很快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她和唐金比赛 好像是这种状态没有了 就在比赛打得很拘谨 不敢拼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被唐金那种气质所压倒 唐金多次代表我们武林丰去打外战 跟随我们四月份到了德国 好